棕类油油有一个名声 就是含有一种致癌物质叫粟碎金油 有溶中的油的加工成品例如 巧克力、饼干等 又被检查到含有粟碎金油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究竟什么是粟碎金油 Hi 大家好 我是Johnny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这个频道是帮你和你家人做更名字的健康选择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就记得订阅和按个小铃铛 当我发新的影片你就会有时间收到通知 粟碎金油是近几年才发现到的食品污染物 它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在油的征制过程中 经过高温的脱臭过程而产生 而这个粟碎金油目前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RARC 列为2A类致癌物 2A类致癌物是什么呢 就是对人类很可能有致癌性 Probably Cassinogenic to humans 但是从动物试验确定 针对对人的致癌性证据有限 如果你吃了粟碎金油 不会立即有生命危险 但是长期的话可能会增加致癌风险 那有多恐怖呢 其实做Night Shift 不睡觉 油炸食物 甚至喝超过65度的热饮品 都是列为2A类致癌物 而食烟就是一类致癌物 就是在人类确定是致癌的 其实除了粟碎金油 通常会有另一种类的致癌物 叫做3MCPD 都有可能在油的征制过程中被生性 而被列为2B致癌物 2B就是可能对人类致癌 possibly Cassinogenic to humans 就是说在动物试验中 致癌性的证据不充分 其他2B类就是致癌 和车排出的肺气 当然不是说这两个发含物 就一定会致癌 但长期的影响在身体会不会累积 我们还没清楚 所以都是值得去监管和保守一些 目前欧盟在2021年 在一部分定立食用油 或者加工食品用的油中 的粟水金油限制为1BPM 1BPM就是每公斤有一毫克 和3MCPD的限制为2.5BPM 由于粟水金油致癌的可能性 比3MCPD高 一个是2A 一个是2B 所以粟水金油的限制就定了比较低 那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出产中旅油的国家 它又做了些什么呢? 马来西亚的中旅油委员会 MPOB Target在2023的1月 在所有马来西亚出产的中旅油 和欧盟的限制一样 其实如果你有发现到 欧盟的粟水金油和MCPD的限制 不是直接用来监管中旅油 而是食用油 因为如果你看Chemistry 这两个物质是来自油中的金油 那全部油都会有金油 其实全部食用油 基本结构就是1个金油和3个脂肪酸 只要它们一经过精制过程 都会有机会产生粟水金油和3MCPD 所以不只是中旅油有这个问题 但无可否认 这两个物质在中旅油比起其他油真的高很多 这是在2012至2015年的油脂肪酸 金油和3MCPD的平均水平 为什么中旅油高这么多呢 因为中旅油的金油二支和油利脂肪酸比较高 代表正常的油结构是金油三支 脱了一个脂肪酸就变成金油二支和油利脂肪酸了 这个金油二支 是在高温精制过程中通常会脱开一个水分子 所以就称为粟水金油 而3MCPD是在炎酸的存在和高温核生性的 粟水金油和3MCPD的问题 其实这些全部都和中旅油的全球水球有关 正如我在这个视频有提到 中旅油在短短的十几年期间 需求突然成倍增长 就令到需要很大量的供应 而这个很大量的供应 令到很多中旅油的行业 变到非常的工业化 为了达到更多的产量 所以很多中旅油藏家 会用很极端的精制方法 而快速和低成本的方法 来得到更多的中旅油 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和自然去研究什么参数 会令到粟水金油和3MCPD的生成 另一个原因是可能以前根本没有这些知识 不知道精制过程会生成这些有害物质 就没有去控制了 所以当这些物质在近几年被暴露的时候 有关官方食品安全和中旅油行业 开始采取行动 去控制这些物质的含量 要各方的中旅油专家 已经找到方法来减少精制过程中的 缩水金油和3MCPD 例如为了控制缩水金油的含量 床家确保在48小时以来 处理中旅果来减少水解反应 一开始水解反应就生成金油2G 然后高温下就变成缩水金油 还有它们开始降低脱臭过程的温度 这些全部都可以控制金油3G的生成 而要控制3MCPD的话 有些床家在肥料 脱色溶的活性肚 控制6份量 来减低3MCPD的生成 欧洲食品安全局 在2016年报告 中旅油缩水金油水平 在2010至2015年期间减少了一半 因为生产商采取了 自缘措施来控制它的生成 但是3MCPD和另一个2MCPD 没什么改变到 那份2016出的报告是 欧洲食品安全局 对金油3G和3MCPD 这两个物质设定限制之前 而现在设定了这两个物质的限制之后的几年 所以金油和3MCPD的水平 应该会更低 马来西亚现在是on the way 会在2023确保中旅油系符合标准 那我们消费者只能希望 其他生产中旅油的国家 和其他入口中旅油的国家 走向一样的路线 但可能要等多两三点 再调查一下市面上的加工食品 才知道有没有改善 那是不是从今以后看到 中旅油系加工食品 我们就要立即避开呢? 第一,用来代替中旅油的其他植物油 不一定没有缩水金油和3MCPD 第二,其他植物油 例如大豆油和葵花纸油 对健康不一定更好 因为它们低稳定性 而它们会生成其他有害物质 同时,那个Omega-6的油 促进身体发炎 令到幻想慢性质病 如果不看加工食品 说懂用油的话 选择无精济 或者轻微精济的 红棕铝油 基本就是不用怕有 粟水金油和3MCPD等的物质 因为这两种物质 是在高温下的精济过程才会产生的 毕竟棕铝油本身是不错的油 我在我之前的影片有分析过棕铝油 但是棕铝油的供应 和食品供应所用的棕铝油 的质量控制有另一件事 所以我们希望各方面的棕铝油业界 迫切采取行动 提升棕铝油的质素 我们身为消费者 可以得到更好更安全的产品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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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